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物理关系 力和变形之间的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不管是拉压超近力 扭转超近 还是我们后面讲到的简单的超近力量 其实它求解的过程中都包含有这三个部分 就是近力平衡 几何关系和物理关系三个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的话呢 我们开始我们新一章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第七章 印尼状态和强度理论 那么关于这一章的内容的话呢 你们从这个内容的标题上 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一章的内容它包括有两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印尼状态分析的内容 第二部分呢是关于强度理论的内容 当然的话我们从前面我们讲 基本的变形 比方说拉压扭转弯曲 然后讲到了就是说超近力结构的 拉压扭转弯曲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这个课的内容应该是要给大家来讲 组合变形 因为讲了基本变形下面该讲组合变形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插出来 给大家先来讲一个硬力状态和强度理论呢 因为组合变形的构建 那么它里面的受力的往往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呢我们这一章实际上是给第八章 就是我们组合变形的强度分析打基础 就是我们先讨论一下 在复杂的受力状态之下 那么这个构建那一点的受力情况是如何变化的 然后呢 那么对于这些复杂的受力情况的话呢 我们如何来对它进行强度分析 那么也就是我们对应的硬力状态和强度理论 那么这两份的内容 好了那么先开始呢 给大家讲一下概述 也就是讲一下什么叫异力状态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研究异力状态 然后呢再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要学的强度理论 跟我们以前讲的强度条件有什么区别 当然呢大致的内容的话呢 我们还是按照两部分来进行分解 这部的内容对大家来说重点的内容的话呢 是第二节 平面异力状态分析 还有主硬力 还有呢 第四节 硬力和硬面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再就是我们的第六节 强度理论和相当硬力 以及强度理论的应用 这是我们这一章的几个主要内容 我们先从概述开始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一点处的应力状态 要介绍一下一点处的应力状态呢 我们先从我们讲的基本变形的横截面的受力讨论起来 那么对于发生基本变形的一些感变 比方说轴向拉压感 那么它横截面的应力呢 是一个均匀分布的对吧 那么这个正应力呢 是用轴力除以面积 就可以把它求出来了 但是呢 如果是受扭的一个圆轴的话呢 那么它的应力的话呢 就不是均匀分布的 而是呢 跟它到圆形的距离呢 成正比例的 那么它的计算公式的话呢 Sigma是等于T乘以R除以IP T是扭矩 R是到圆形的距离 IP呢 是这个机关性矩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应力的话呢 它是随着它的点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于发生弯曲的感见 对称弯曲的行星之下 那么如果说这是一个矩形节面 这个矩形节面梁的话呢 那么它的正应力的话呢 跟中性轴垂直的方向呢 是线性分布的 那么它切音力呢 再跟中性轴垂直的方向呢 它是一个抛物线的分布 最大正应力呢 在上下边缘 那么最大的切音力呢 处行在中性轴 正应的计算Sigma等于MY除以IZ 而切音力的计算呢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公式 等于FS和SZ信号除以IZB 那么这个公式的意义呢 我们在前面都给大家讨论过了 给大家列这个式子的话 你们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通过我们前面的学习的话呢 我们发现这个构建 它在受力发生变形之后 构建内部一点出的硬力的话呢 往往是随着它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 通常来说呢 你的位置不一样的话呢 那么它的受力程度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位置的变化 那么除了位置的变化的话呢 我们发现的话呢 如果我们讨论斜进面上的硬力的话呢 我们发现受拉压的杆 它的斜进面上它其实也是有硬力的 那么这个硬力的话呢 不光有正硬力 那么它还有切硬力 这个正硬力和切硬力怎么样呢 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与此同时的话呢 这个正硬力和切硬力 它极直出现的方位 还会跟这个杆件的破坏有关系 比方说我们发生这个拉伸 就是说做拉伸实验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 它那个曲伏的时候呢 在45度面上出现华一线 我们当时给大家讲过 这是因为呢 最大切硬力作用面在45度面上 那么对于这个铸铁材料而言的话 那么它拉的时候 它在横径面上平断 那么它这个断开的话呢 我们当时说过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最大正硬力 使得它产生了一个拉断破坏 而对于受扭的杆件而言的话呢 如果我们考虑不同的方位角 如果我们考虑不同的方位角 那么同样的话呢 它的硬力也是随着方位角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在正负45度方位上呢 它会出现有最大的拉因力和最大压因力啊 也就是对应的那个对角线的伸长和缩短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一点处 不光说它的硬力随着它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的话呢 你截取的方位角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点 你考虑的方位不一样 那么它的这个受力情况呢 还会随着截面的方位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要研究一点处的受力的话呢 不光要研究它的横界面上的力 是正硬力多少 切硬力多少 我们还要研究 那么围绕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做三十三百六十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话 那么在这个变化范围里面的话呢 这些硬力 正硬力切硬力呢 与角度又是如何怎么样变化的 因此的话呢 我们在这儿 硬力状态是什么 硬力状态呢 就是说构建内一点处 各个方向上的硬力情况的集合 我们就称为一点处的硬力状态 说起来比较抽象 就是说对于某一个点 它的所有的方位的硬力的变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 这个硬力状态 那么大家可能说 老师你这个所有的方位 这个也太广了 那么这个所有的方位 我们怎么表示出来了 其实跟上面这两个表达式一样 最后表示出来的话呢 那么就是说这个硬力 正硬力也罢 轻硬力也罢 它都会是什么呢 会是一个角度的函数 那我如果知道 它是跟角度之间是怎么样 一个变化关系的话 那么自然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集合的表达式 这是我们讲到的硬力状态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硬力状态 说我们讨的硬力状态干什么 我们已经会算正硬力了 切硬力了 恒界面的硬力 我们都会算了 为什么呢 就跟我刚刚说的 我们通过实验的时候发现呢 就是说实际上构建 它在受力发生破坏了之后的话呢 它的破坏的方位 它的破坏面的方位 其实呢 往往是跟一些最大的硬力有关系的 比方说最大正硬力 最大切硬力 因此的话呢 我们在这儿来研究硬力 随着角度是如何来变化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强度分析 就是说我不光能够确定 它恒界面的硬力是什么样的 而且呢 我能够知道 它最大切硬力 最大正硬力出现在哪个方位 从而呢 我可以做出预判断 就是说呢 这个材料 这个构建 它在发生破坏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在哪个方位 先出现破坏 因此的话呢 我们之所以来进行硬力状态分析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为了更好的来进行强度分析 这个就是我们来进行硬力状态分析的目的 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后面呢 对组合变形 进行强度分析的一个基础 好了 那么给大家讲啊 什么叫做硬力状态 那么硬力状态 我们做它来干什么之后 那么大家就有一个问题 说老师 我怎么样来研究一点出硬力状态 那么首先当然是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肯定要把 这个点能够表示出来 就是你要把这个点能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讨论这一点的方位不同 然后它又是怎么变化的 那么怎么样来研究硬力状态呢 我们用一个小工具 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它叫单元体 那么什么叫做单元体 单元体的话呢 通常是围绕着一个点 比方说我们要讨论哪个点 好了 我们就围绕着这个点 我们用三对相互垂直的平面 三对相互垂直平面 把这个点截出来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授扭的圆轴 好了 如果说我要讨论中间某个点的硬力 好了 我要讨论这一点的硬力 那我怎么办呢 我用三对相互垂直的平面 那么哪三对相互垂直的平面呢 通常我们会用相邻的横界面 相邻的纵界面 然后前后面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就把这个点 从这个构建里面掏出来了吗 那我掏出来之后的话呢 你要知道 我把这个点掏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各个面上 都可能是有硬力作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原来的构建里面 那么我去掉的一些材料 是不是对它有硬力的作用 对吧 那么如果我在把各个面上 这个去掉的材料 周围的材料 对这一点的作用呢 那我表示在这个面上的话呢 那我就完整的 把这一点的受理情况 表示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点 好了 如果是我是从中间 那个小方格那取出来的 看相邻的横界面 相邻的纵界面 前后面 好 前后面呢 是表面和它的一个相邻面 那我这样取出来之后呢 这个表面上是没有硬力作用的 表面是没有硬力作用的 那我发生扭转面形成 我发现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对 正扭矩的作用之下呢 这个直接的横界面 有什么的 横界面有切移力作用 那么有什么样的切移力呢 显然呢 对于这个点来说呢 这个紧面的扭转 是这样发生的 这样的扭矩对吧 所以这点的切移力 会是竖直朝下的 而这边的切移力呢 这边的切移力 会是竖直朝上的 好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面上的硬力呢 如果说我们表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考虑到 还有一个切移力的互等厘米 不是这样画就画完了 你们说光有横界面 是不是还有切移力的互等厘米 像切移力互等厘米讲的是什么 两个相互垂直的面上 跟交线垂直的切移力 怎么样 成对成在对不对 然后呢 大小相等 方向呢 都指向那个交线 或者都背离那个交线对吧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做出横界面上 这样作用的切移力之后 我要注意到 在中间面上 会有跟它互等的切移力 那么这个面上呢 有水平向左的 这边呢 有水平向右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切移力再补上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画出来的 受扭圆轴 受扭圆轴内部 一点处的硬力状态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元体 把它表示出来了 好 这是给大家看的一个受扭圆轴 那么 这个取单元体的一个实力 当然的话 你们一个人说 老师你说了 叫三对相互垂直的平面 那我这个三对相互垂直面 我可以任意取啊 我不一定要取横界面 重界面 我可以取其他面啊 比方我取斜面 正负45度 前后面也可以吧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实际上一般我们不太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基本变形的时候 你们得到的硬力的计算公式 都是讨论哪个地方的硬力 都是横界面上的硬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横界面上的硬力呢 你们是目前而为止的话呢 你们是可以算出来的 那么那个斜面的硬力的话 你当然可以把斜界面 那个单元体结出来 但是结出来之后 那个面上到底有一些什么硬力 然后这个硬力该怎么样算 那目前为止的话呢 你们没有可用的公式 所以我们用的最多的 还是横界面 重界面 还有呢 前后面 这样的三个面把它切出来 好 那么这个是给大家看到的一个单元体的实力 那么单元体而言的话呢 那么它通常会具有几个特征 什么样的特征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它既然代表一个点 那么这个单元体的各个边长的话 当然是一个无穷小量 它不为零 但是它足够小 可以小到代表一个点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那么它既然代表一个点的话呢 那么它每个面积呢 是非常的小 因此的话呢 我们认为每个面上的硬力是均步的 面积足够小 可以认为它那个硬力呢 是均步的 好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的话 那么在每对相互平行的面上 相互平行的面上 那么它所作用的硬力的性质和大小是一样的 那么相互平行面 其实代表的是同一个方位 那么在同一个方位上呢 那么它的正硬力的大小 切硬力的大小 还有正硬的性质和切硬力的性质 那么它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左侧面是受拉正硬力 好 那么右侧面也一定是受拉正硬力 那么正硬力的大小应该是相等的 那么切硬力的话呢 如果说左侧面是顺身减切 右侧面也会是顺身减切 那么它们的值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呢 相互平行的面上 它的硬力的性质一样 硬力的大小相同 那么另外的话呢 那么既然这个单元体 是从我们这个构建内部取出来 代表一个点的 那我们知道 当这个构建处在平衡的时候 这个构建内部任意一点 当然也处在平衡状态 所以单元体同样要满足平衡条件 不光是要满足平衡条件 而且的话 这个单元体的话呢 如果把它取一半 这一半的单元体也要取满足平衡条件 取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单元体 同样要满足平衡条件 所以的话呢 它一样的话呢 既然它满足平衡条件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截面法 求出这个单元体 任意一个斜进面上的硬力 好 这是单元体的一个特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 来看一下 这个单元体到底该怎么取取 它是什么样的 先从简单的开始 比方说轴向拉压的 好 一个轴向拉压感 如果说我们要讨论这个M点的硬力 那我把这个M点取出来 怎么样来取 像我刚刚说的 是不是 相邻恒截面 相邻纵截面 对吧 然后前后面 对不对 这样把这个M点切出来 那么切出来之后 恒截面有什么硬力呢 我们把这个点切出来之后 恒截面会有什么硬力 是不是有拉硬力 对吧 有拉硬力 那么纵截面上呢 纵截面上没有硬力 受拉出 纵截面上是不是没有硬力 前后面的话 这个是自由面 也没有硬力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单向拉伸的硬力状态 好 这就是一个单拉的单元体 很简单 那么 刚刚我们说过 我们也可以用斜级面去切它 当然的话 你们有人说 我这个M这一点的话 我不用恒截面和重力面切 我用正负45度面切 一个正45度面 一个负45度面 我用两个面去把它切出来 那么那样切出来一个单元体的话呢 那么当然了 从形态上来看呢 它的方位角呢 转过一个45度角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如果我们用45度面 去切这个硬力的话 那么这个斜级面上的硬力的话 就不只是正硬力 那么它还有什么呢 它有切硬力 好 那么如果说 我们这样去切出来一个单元体的话 那么这个单元体的话呢 它出来的硬力状态呢 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正45和负45面上呢 都是有正硬力 又有切硬力的 这个单元体 是不是比这个看起来要复杂 对吧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不足是什么呢 就是说 目前而言的话 你们不知道 这个正负45度面上 正硬力和轻硬力各为多少 好 所以相比较而言的话呢 这个显然是更简洁 而且大家呢 做起来会更快一些 那么另外呢 要提醒大家 注意个问题 注意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这说 要注意到 这两个单元体 虽然说 看起来样子不一样 这个只有正硬力 而且只有一个面上 只有一对面上有硬力 而这个呢 又有正硬力 又有切硬力 而且有两对面上 是有硬力作用的 这两个单元体 虽然看起来样子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同一点的硬力状态 也就是说 它反应的是不是 同一点的状况 相当于我们看的角度 不一样 对不对 就好像你摄影一样 你去拍一座山 这个山的样子 当然它是它 本来那个样子 但是你正面拍 侧面拍什么样 拍的角度不一样 看的形态就不一样 那么它反应的 受力状态是相同的 那么你另外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笔记 就是说呢 比方说我们用 平行四边形法则 去分解力的时候 那么一个力 如果用平行四边形法则 去分解的话 你按照不同的角度 去分解 比方说你正交分解 然后你按平行四边形法则 你60度这样去分解 那么分解出来的分量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力的作用效果 是不是唯一的 对吧 好 所以我要注意的话呢 你用不同的方位角 这个用不同的面 去解起了单元体 那么它反应出来的 受力状态 实际上是一个唯一的状态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 当然这个来的是更简洁 而且更快一些 更直接更快一些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最简单的单元体 好 再来看第二个单元体 第二个单元体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圆周扭转 这个刚刚已经跟大家 取过了 对吧 前后面取出来之后 前后面上下面 左右面取出来之后 我们要注意哪边是横截面 就是说你画这个时候 搞清楚 哪个是你画的横截面 哪个是横截面 是不是左右是横截面 对吧 然后横截面 我刚刚已经说了吗 都是正有据 作用 那么因此的话呢 切音力的话呢 一边朝上 一边朝下 好了 因此的话呢 把横截面的切音力 画上去 好了 一定要注意 在有切音力作用的时候 要满足 切音力互等地理 就是说你画了一个切音力之后 你一定要看 你跟它垂直的面向的切音力 你有没有画 这个是初学者 在这个画单元体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的错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单元体就把它画完整了 那么当然这个 我们以前也给了它一个名字 我们叫它叫做 纯简切音力状态 因为只有切音力而没有正音力的啊 好 这是圆轴扭转的 那么再来看弯曲的 弯曲就比较复杂了 弯曲就比较复杂了 那么比方说一个悬壁梁 那么它这个发生横力弯曲的时候 一般来说 它各地内部是不是正音力和切音力都有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考虑不同位置的点 比方说就有一个 CDEFG这样几个点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点的位置不一样的话 那么它的受力状态呢 就比我们前面要复杂的多 首先我们看C点和D点 那么C点和D点 处在什么样的受力状态 C点是什么 C点是不是只受拉 D点呢 只受压 对不对 好 如果说我们画CD的单元体的话呢 我们把CD掏出来之后呢 横界面上呢 C点就只有拉音力 而D点呢 它就只有压音力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 是E那一点 E在哪里 E在中性轴 对不对 E在中性轴的话 那么中性轴上的点 它怎么样 只有切音力而没有正音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剪切 这个剪切的话 初学者很容易判断不清楚说 老师你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剪切的啊 其实你看整个梁的变形 这整个梁的变形 是不是都是一个叫做什么 左边高右边低的变形 对不对 所以每一点的切音力作用 是不是都是这样一个作用状态 才会发生这样的变形 对吧 好 那么因此的话呢 一点画出来的话呢 它的音力状态 跟我们刚刚那个扭转的时候 是一样的 它是什么呢 它会是一个纯剪切的音力状态 那么这个纯剪切的音力状态 这个切音力的确定是什么样的 刚刚跟大家讲的 因为整个梁道的剪切 都是左高右低 实际上我们后面会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一个顺身剪切的一个样子 好 那么因此的话 你定出横里面的切音力 左边朝上 右边朝下 然后根据互等地理 做出纵剪面的切音力 那么这个单身体就把它画完整了 好 这是这样的三个点 好 那么这三个点画出来的话 目前我们看还没有新意 为什么呢 你看其实上下是单向音力状态 中间那个是个纯剪切音力状态 如果我们再看F点和G点 那么G两点才会跟我们前面有所区别 F点和G点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既有正音力 又有切音力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它们两个剪切方向 仍然是这样一个剪切的方向 那么它们两个区别在于哪里 拉压不一样 对吧 F点在上半区 对不对 受拉 而G点呢 下半区受压的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把G和F这一点画出来的话呢 那么F点 它有拉音力和切音力 切音力仍然是这样的剪切 好了 那么G这一点呢 它有压音力和切音力 那么剪切的方向呢 都不变的 好 那么这样的做出来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底里面的受力的话呢 相对来说呢 它的花样呢 就要多一些 好 这个是讨论的 基本的变形形式的 那么如果在组合的变形形式之下呢 同样的 它的硬力状态会比较复杂 我们看一些组合变形形式 比方说弯牛组合 弯牛组合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AB这个轴 AB这个轴 如果在F力的作用下 那么AB这个轴是不是同时发生弯曲和扭转 对不对 是不是弯曲和扭转 对吧 好 那么相对来说 AB这个轴比较危险的截面在哪里呢 B吗 哪里也危险 A危险 A危险 为什么A危险 为什么A截面危险 弯曲是最大的 扭转不变 对不对 A截面是不是弯曲是最大的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A截面弯曲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危险点在哪里啊 A截面的危险点在哪里 那我们看一下A截面 这个情形 这个受弯的话 仍然是跟我们前面的一样 是不是一个上侧受拉 下侧受压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弯曲的正硬 也在横截面上呢 它会是这样一个线性的分布 这是一个圆轴 对吧 那么扭转的切音力是什么样的 扭转切音力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横截面取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注意到 这个扭矩是一个负的扭矩 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一个负的扭矩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切音力的话 在这个横截面上 是不是形成一个顺时针的顺流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两个情况 我们组合起来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A截面 哪个地方是最危险的 哪个边缘 所有的边缘吗 实际上上下就两个点 对不对 是不是 在这个图上看 是不是C1点和C2点 最危险 为什么 因为C1点和C2点 集中了最大的弯曲正音力 和最大的扭转切音力 对不对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如果我们对C1这一点 如果取一个单元体 好 C1这个点取个单元体 那么取出来呢 它也是一个既有拉音力 又有切音力的状态 好 C1点的话 那我们看横截面在哪里 横截面 我切出来的话 左右是横截面 那么这个正音力是拉音力 没的话说 那么切音力是什么样的 切音力这个时候 你们要这样来看 我刚刚说这是一个负扭矩 对不对 负扭矩 那么切音力在横截面 是不是这样一个走向 那么因此在C1点 切音力是哪里 切音力是不是超理的 看到了吗 好 那么这个是 C1这一点 那么C2这一点呢 C2这一点的话 那么从正音来说 它是受压的 那么从切音力来说的话 那么切音力到了C2这一点的话 切音力到了C2这一点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水平朝外的 对吧 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呢 C1和C2这两个点的话 那么同样的 它在两对面上有硬力 两对正交面上有硬力 那么有正音力和切音力 好 这是一个组合变形 那还有一个呢 再给大家看一个 有内压的圆筒 那么这个有内压的圆筒的话呢 当里面是这个P 它不等于0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内压的话呢 你们可以想象成 比方说一个圆柱状的气球 一个圆柱状气球 如果给你们打满了气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轴向要喷胀 轴向是不是也要喷胀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个里面一点 如果我切出来的话 那么它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 它是处在一个双向受拉的硬力状态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只有正硬力 但是呢 它是两个方向有正硬力 哪两个方向呢 一个是轴线的方向 还有一个是圆周的方向 因为圆周也会喷胀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是一个双向受拉的硬力状态 当然的话你们可能说 老师里面还有内压 如果有内压的话 那么考虑内壁 如果考虑内壁 那么还有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是一个受压的状态 那么如果考虑外壁的 外壁是一个自由面 就是一个双向受拉的硬力状态 好 这是保育圆筒的例子 最后再来看一个三项受力的硬力状态 那么一个三项受力的硬力状态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个火车的一个铁轨啊 这个铁轨的话 当火车开过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轮子和轨道 是不是有一个接触点 对吧 好 通过这个接触点 是不是传递给它一个压力F 对吧 那么这一点在 在竖直方向 牵锤方向 那么它是受压的 在牵锤方向受压 注意到 通常来说的话呢 如果我们一个方向受压 那么跟它相互垂直的方向 是不是要膨胀 对不对 但是这一点它的侧面 膨胀的出来吗 能不能膨胀出来 这个压的时候 这个材料在这要膨胀 但是它的膨胀 是不是要受到它周围材料的制约 周围是不是要抑制它膨胀 对吧 所以这一点就处在什么状态呢 这一点如果我拿出来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三项受压的硬力状态 三个方向都受压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最复杂的硬力情形 我们后面会叫它三项硬力状态 或者叫做空间的硬力状态 当然的话呢 这个里面的话呢 虽然说有三个方向受压 你们会说老师这个只有正硬力而没有切硬力 如果考虑切硬力的话 那么就更复杂了 如果考虑切硬力的话 那么一个一般的空间硬力状态的话 那么它当然会是 每个面上都有一个正硬力 然后与此同时 每个面上会有两个切硬力 那么这个大家看的会觉得比较眼花缭乱 对不对 这个硬力的分量太多了 实际上是九个分量 但是独立的是六个分量 独立的六个分量 为什么我说独立是六个分量 相互垂直的面上 是不是都是互等的 对吧 好 本来是说 九个分量 那是X面 Y面 Z面 每面三个嘛 三三得九 对吧 然后轻易力 是不是两两互等 然后所以独立的是六个分量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课子里面 有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对大家呢 并不做这样的单元体的分析的要求 知道最一般的情况是怎么样就可以了 好了 介绍了这么多情况之后 给大家讲说 怎么样来取单元体 那么这些单元体的话 在不同的受力行动下取出来 它可能是什么样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些具体的单元体 那么它体内的硬力 到底是如何随着方位角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有用的结论还有有用的方法 所以呢 下面我们来 先来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平面一种来分析 我们从这开始 在这的话 插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我们的强度理论 那么强度理论的话 实际上跟这个内容呢 还相对而言是比较独立的 那么强度理论的话 大家可能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强度条件的呀 老师 我们在这还说什么强度理论呢 之所以要补充强度理论的话 那么它的原因在于 我们前面在给大家讲强度条件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 有什么样的局限性 我们的强度理论 针对 拉压 弯曲 扭转 其实呢 你们得到了强度条件的形式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得出来强度条件的形式 基本上就是几种 什么呢 最大正义力 小于许用义力 最大切义力 小于许用义力 对吧 那么你们可能说 还有弯曲的时候 你们说弯曲的时候呢 有正义力 也有切义力 但是你要知道 弯曲的时候 你们讨论的时候 最大正义力那一点 是不是往往没有切义力的 最大切义力那一点 是不是没有正义力的 想清楚了吗 弯曲的时候 我们讨论那个 最大正义力是上下边约 是不是切义力为零 或者很小 对不对 好 我们讨论最大切义力 最大切义力在中性轴 中性轴是不是 这个正义力为零 对吧 所以那虽然说 有两个条件 有两个强度条件 但是实际上的话 那个强度条件 都只针对于什么呢 比方说正义力 小于等于许用的Sigma 只针对于 只有正义力的情形 那么切义力 小于等于许用的T 那么它只针对于呢 只受剪切的情形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 通过我们前面的 硬力状态的讨论 我们发现很多点的话呢 它是既有正义力 又有切义力 或者是说 它不止一个方向 有正义力 双向受拉 那么三向受压 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还能不能单个的 把每一个硬力 都要小于它的许用硬力 比方说正义力分量 小于 小于许用硬力 那么切义力的分量 都小于它的 这个许用切义力 那么这样它就满足强度条件了 这个是不行的 就是说在工程实际上 来检验的话呢 那么这个也是不符合 我们的工程的要求的啊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强度理论 这一节的话呢 在强度理论这一节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相当于是说 强度理论这一节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 更普遍的强度条件 来讨论什么呢 除了这个说 只有受拉受压 只有减切的情形 那我们讨论出 像我们刚画到的 G点和H这样的点 G点H点 那么它既有正义又有切力 或者说我同时在几个方向 两个方向受拉 或者三个方向受压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材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我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那么那个呢 就是我们的强度理论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强度条件 第一个 它针对的是比较简单的受力状态 第二个呢 那个强度条件 它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 得出来依据是根据实验 你比如说单向受拉 我用同样的材料 把它拉坏就行了 那我就知道 这个许容硬力取在哪里 那么纯碱切 我用同样的材料 去做一个扭转的实验 那么把它扭坏 那我也知道 许容硬力在哪里 但是如果对于同时有拉压 几个面同时有拉压 那么说或者说 正义力和切力力同时存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很难确定出 到底这个核载达到什么水平 它破坏 你们可能说 老师那也可以做实验啊 这个做实验的可能性太多了 为什么 你比方说 Sigma和Tau的比例 Sigma和Tau是比有无穷多比例 你不可能把无穷多比例都穷尽掉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就需要来研究强度理论 那么所谓的强度理论是什么 我不再是根据现象 直接去定出它的使用值 我去找它的破坏的原因 它到底因为什么破坏 比方说 这个材料 它每次都是发生剪切破坏 那么这个破坏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它的最大轻易力 那我定出来 最大轻易力是导致 它发生剪切破坏的原因 那我就每次去看 它的最大轻易力是多少 那么它最大轻易力出现在哪个方位 那么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对它做出更好的 这个强度的评判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强度理论跟我们前面强度的区别 强度条件是在一个实验的基础上 而我们的强度理论是什么呢 我们强度理论是讨论引起材料破坏的因素 那么把这个破坏的因素 作为导致我们材料事上的原因 而建立出来的分析安全的理论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强度理论的内容 具体来说这些理论该怎么样建立 我们后面呢 在讲到强度理论的时候 会给大家做具体的讨论 下面呢我们就从什么呢 我们就从我们的平面硬力状态 我刚刚说了 我刚刚说了 感谢观看 我们的平面硬力状态 我们的平面硬力状态 我们目前处理论 我们下时间的病気犱态 我们下午后 我们下午前 点击 在几百分之中 我们下午前 我们下午前 下午前 吹 亙 我们下午前